接下来这个议题就是 近来我们大家民众所最关心的这个议题 在打开电视的话 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 有关于莱猪的相关的讯息 而且这个讯息是一日数变 我们听到的就是说 一下就会中央告诉我们说 地方的自治法无效 只能遵照中央的政策 那一下呢 又听说呢 这个原来不只是只有美国的莱猪 现在是全世界的莱猪都可以进口 都可以进口 那原来一开始的时候 要进口莱猪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的这个每一个部长都先喊先赢 那教育部部长的话 他喊的就是说 国中小的学生不吃 那我们的国防部的部长 他说军人不吃 那警政署的署长 他说警察不吃 等等等等的 那结果现在变得好像就是 全部都得要吃 那让大家看的就是不撒撒 真的看不懂了 我先引用一段这个 我们丘吉尔语录里面提到这一段话 他说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 奴隶变产生了 当我们不会质疑的时候 骗子变产生了 当我们太浇灌的时候 畜生变产生了 那针对这个民众大家所疑虑 关心的这个问题 那我要请教我们的县长 因为你是我们新竹县的这个父母官 大家长 我想要请就是我们县长 您是否可以非常慎重的来请教县长 是否可以请县长再次的重生 要如何让县民避免吃到这个有害身体的莱猪 那确保县民食的安全 来请教我们的县长 来请杨县长回答 谢谢大会主题张医长 谢谢郑堂议员 我想这个题目是非常的重大 我们也看到报纸写了很多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新竹县我们中央有中央的一个讲法 但我们新竹县一贯以来 我们的立场就是非常的坚定 我们要领检出 要标示 要专区 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立场 那事实上这些做法 是不是可以完全阻止了这些莱猪 让我们的乡亲来使用 我想常常到了最后 我们卫生局农业处 它的人力也是有限 有时候要去查到完全要抓 要抓得完全没有的话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要贴标章 那很多标章都会假的 这也都非常不容易 但是净重使不容易 我们还是要加强来做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那事实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说 最好就不要进来 我们事实上也不反对美猪 那只要你没有这个含有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 我们都愿意它进来 这个市场的机制 我们不会去阻挡 但是你全世界有26个国家 有使用这个莱克多巴胺的 这个养出来的莱猪 让它可以进来的话 这个我们是全力的在反对 那我们为了要保障我们的新竹县 我们本县的乡金 我们在地方的 我们实安自治的条例 我们定得非常清楚 你第六条里面规定 你又被我们查出来的话 我们每次要罚六万到实安 十万块钱 查到就要罚 那这样的情况是相信 可以恶阻一些不肖的厂商来贩售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无孔不露 到时候因为价格便宜 又有它的一些副产品 贡丸啊这个香肠啊 你要去抓它真的不好抓它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央 第一个你绝对可以跟美国谈判 最近要谈判 是不是可以把莱猪的议题 再端出台面来谈 我们是要拒绝的 那第二个 如果谈判没有办法成功 还是要进来的时候 我们各个单位 我们府内各个局处 我们就要依据 我们的实安的 这个自治条例的规定 来加强查器 要把它公布出来哪些 那我们更重要的 希望我们的本县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商人 特别是在这些零售 或者是大卖场里面 就最好就不要卖这个 我们的莱猪的一些产品 或者这些猪肉 那如果可以这样做到 大家同仇敌开的话 我相信这个影响面 就会越来越小 那这个我们还是期待 我们的乡亲 大家一起来拒绝这个莱猪 进入我们的台湾 以上谢谢 好谢谢县长 那希望说县长 那这个持续推动 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力量呢 可以让我们的蔡政府 收回这个层面 好 还好 ника